有关销货单这个部分的保护部分 保护上个礼拜大概有重点是讲到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再重点把它稍微做个复习一下 特别注意就是你要保护的部分 先把它全选按右键 可以储存个格式里面 你先确定一件事情 先全选 再把储存个格式里面的保护 这边有个保护的一个这个页签 你把它切过来 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要全部 第一件事是全部都锁定 这个所谓的锁定就是说 它会保护资料 要保护资料的你又锁定 底下的这个隐藏是针对什么 针对公式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隐藏公式 当然如果你将来你要保护资料 不隐藏公式的话 你就不要打勾那个隐藏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做一点点的变化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要隐藏公式的话 你就把隐藏打勾 锁定不要打勾 这样OK了 所以这两个 其实不是说两个都一定要打勾了 OK 因为我们刚好两个都要 所以两个都打勾 按确定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就去做保护的话 它变成有一个状况 你就没办法做任何输入了 所以特别注意 你在做保护工作法之前 请你再把你要输入的白色区域 这几个 这两个 这一个 跟这个 还有这几个范围 就是白色区域的范围 做什么呢 再按右键 出声的格式 把它的保护怎么样 取消掉 因为如果你这个白色区域 如果也把它锁定的话 那你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你要输入的时候 没办法输入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说你要把那个 不保护的部分 把它打勾取消 按确定 好 全部先保护 再把不保护的部分 打勾取消 然后再做保护工作表 记得输入密码 按确定 再重复一次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达到 我们要的目的了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这个地方 它会自动出现 没有问题 这个也不会有问题 这些都不会有问题 那但是如果它要 修改什么呢 修改说 这个地方的金额 它如果按下一个什么 Delete键好了 它会跳出什么 已被保护 无法变更 这样的话呢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除非它怎么样 它很聪明 它知道说 我知道你的保护呢 是在教育月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所以 它一定会看到 这边有一个 取消 有没有 原来是叫做保护工作表 可是如果当你有保护的时候 它会变成取消 这两个字 也就是说呢 如果它要取消的话呢 它可以按下这个按钮 但是因为你有加密码 所以它如果不知道密码 它也无法做改变 只有你自己 才可以进到里面 做后续的修改 也才可以看到里面的公式 否则如果你保护起来的话 其实基本上呢 应该会无法变更之外 也会 上面的公式呢 也会不显示出来 因为我们把隐藏的部分 把它打勾了 所以它也会隐藏起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是第一个 如何做工作表的保护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只有保护 这一个工作表 其他的工作表 并不会保护 所以如果你要保护 其他工作表 请你再去其他工作表 再设定一次 因为它是保护工作表 就是一个这个工作表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已经保护好 并且 开始输入资料了 输入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比较 我觉得它的好处是说 如果你把这一个工作表 让其他人输入的话 因为你把需要保护地方保护了 那也就是说 它也没办法变更 它只能够输入完之后 按下新增 所以这个好处就是 也会避免掉很多输入的人 犯错 为什么 因为你流程都很固定了 可以填的 不能填的 都已经限制住了 那这个时候呢 资料的输入 就比较不会有错误 那比较不会有错误的话呢 相对的 你未来在检查错误花的时间 当然也会变少了 所以之前有同学也是一样 他本来没提 常常都要改那些 人压输入的错误 后来呢 他就用这种方式 他发现了 哇 真的 就是说呢 回来的资料错误的几率 大大降低 所以呢 他的时间 也就不用花很多时间 在做 什么呀 检查 人家给的资料的错误问题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说 每天都要帮人家去修改那些错误的话 那你